骑着V8引擎飞上天是什么感觉 不出意外的话裤裆一定很烫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飞行摩托 暂且这样叫它 因为它的身份到底是汽车还是摩托车 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 这个后面会说一定要看到最后 它就是拉扎雷斯LMV496 是由代号LM847的陆地版摩托改进而来 如果你不认识太正常不过了 毕竟这只是一家成立不过20年的 法国改装公司 著名法国电影低视速地 那辆改装的标志407就出自拉扎雷斯之手 没错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特效 改装电影道具的同时 开始不正业地自己造起车来 估计是太赚钱了吧 所有车辆居然还全部能够合法上路行驶 在发动机的选择上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 绝不自己制造只拿现成的 马沙拉第470匹马力V8引擎 就是这台飞行摩托的动力来源 这辆车在陆地正常行驶是四个轮子 前后两个并联在一起 两个后轮分别由独立的链条驱动 当打开飞行模式时 四个轮子直接翻转为水平模式 而轮毂上分别安装有四个96000转喷气涡轮 每个涡轮瞬间可以产生1300匹的推力 通过反向推力让车辆实现空中悬停和飞行 车辆的仪表上会显示飞行参数 比如速度方位高度水平等等 你可以通过操纵档或车板控制车辆 飞行高度可达5到10米 飞行时间持续10分钟 每个轮子都配有降落伞 车重仅有140公斤 看到这里吉米发现了问题 搭载V8引擎车重只有140公斤你相信吗 并且四个喷气涡轮消耗的是航空没有 油箱就集成在轮毂上 起飞前还需要提前预热 所以根本不可能支撑车辆长时间飞行 如果在陆地行驶依靠的是V8引擎 百公里的油耗18到20升是轻轻松松 按照车辆体积除去硕大的V8引擎 根本装不下多少油 所以吉米的推论是 V8引擎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 或者就是一个外壳而已 车辆能飞是真的 但是除去预热和降落 空中飞行顶多6到8分钟 飞行高度根据负载不同也就5米里面 至于陆地行驶依靠的是电机驱动 续航里程大概100公里左右 就这性能售价高达57万美元 仅制造了5台至今1台未受 吉米断定这妥妥的心理油轨 就这全球经济形势土豪也不是怨重啊 我是吉米欢迎双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